好,我们今天讲一个悬赏区的一个帖子啊 悬赏区的一个帖子 这是金星发的啊 金星发的一个什么MTV什么一个东西啊 看看啊 那这个东西啊 然后他这呢打包了一个自己分析的过程啊和软件 然后这个分析过程我也没看 大家有时间看看 我相信肯定是会对大家有帮助的 虽然没有破解成功对吧 但是他的思路肯定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啊 然后这我也解答了是零零填充 但是这个这个软件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下面解释了啊 更换机器以后啊 机器更换机以后有可能啊 他的这个patch的这个地址啊就会变了 那这个时候你破解的话就不好做了 对吧 他怎么变呢 咱们通常啊常见的那个动态偏移啊 动态的机制啊 偏移是固定的 对吧 通这通常常见的这种方法 那这次呢是机制是固定的啊 偏移是动态的 那应该怎么去打呢 对吧 你可以我这说 我这也说了啊 你可以搜索这个水移的字符串 对吧 在这个内存里面 然后直接替换啊 就行了 或者呢 把这个啊 用特征码定位 然后这个加偏移地址 打补定啊 也这可以的啊 通常那个系列软件的通杀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特征码加偏移啊 就是这一个系列 比如说比如说某某软件 然后什么呃 音频版啊 什么视频版啊 对吧 就是那种啊 都是特征码定位的啊 好 那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种方法 应该怎么办 那首先这个软件呢 啊 这是一个安装程序啊 找我是刚才做了一个测试啊 好 首先这个程序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简单的来看一下 具体都怎么分析了 我就不说了啊 希望大家去多动手 多动脑啊 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们来截图吧 拿哪个截图呢 QQ吧 好 然后我拖进来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图片啊 他这是把图片做成MTV 然后我们加个水印啊 我们加一个水印 首先你破解软件 对吧 你就先要知道这个软件怎么用 否则的话你怎么破解呀 是不是 加上一个咱们的网址啊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制作 开始制作 啊 你看到了吗 中间啊 是白色的啊 中间是有个水印的 我弄成灰色的 然后大家能看清楚一点 免得待会儿迷糊了 是吧 好 然后咱们重新选择一下 然后加入水印 好 然后我们点击制作 我们来看看啊 看到了吧 这个水印啊 就是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问题呢 就是不能 不是正版 对吧 它是因为一个 未注册 然后才有的这个水印 那我们怎么把它取消呢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定位啊 定位找到了他这个注册项的关键抠啊 然后通过关键抠呢 定位到了一个关键长量啊 关键长量的复值 然后我们把这个软件成功的把注册项爆破了 但是啊 他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 还是有水印啊 然后我们直接搜索啊 我们运行起来 因为不运行起来的话 可能那个字图串是不加载的啊 所以咱们需要先运行 运行起来以后 我们去这个解码钻啊 这个叫代码钻 然后我们搜索字符串 字符串很多啊 有一点慢 然后我们直接就去找那个水印的字符串 当然水印也有可能是图片啊 然后因为我用那个 用这个工具啊 资源工具 我们用资源工具 正在找字符串有点卡啊 用这个是吧 或者说用这个啊 都是都是可以的 这好像是Dirnate程序吧 对 Dirnate啊 然后都是都是可以的 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去找一个找一个那个 如果说是图片水印的话啊 找一个那个ID啊 图片ID就是长亮啊 然后或者是字符串ID 但我通过那个没找着没找着啊 然后我就直接来到这来搜索搜索 搜索那个未注册 那我们试一下 哎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啊 找到了 对吧 这三个啊 我们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我点错了啊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 你看到这个三个了吗 这个地址都是一样的啊 0088 CE9C 对吧 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三个字符串 调用的都是同一个这个地址 对吧 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第四个字符串 对吧 我们按B 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那就是这三个 好 那我们就确定了 只有这三处的调用 当然也有可能是加密了啊 不排除这种这种可能性 目前来讲 那我们就假设它就是这三种啊 我们来实验一下 好 我们直接就去这个位置啊 然后把它这个是unicode啊 unicode的编码 那个asker码肯定你找不到的是这样的 对吧 unicode啊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呢 用00填充 他就找不到字符串了 对吧 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看看 在od加载的话 执行功能有点卡啊 因为你看到这儿 他是在一个一个的读文件啊 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不写字符串啊 直接制作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水印 他发现就没有了 对吧 他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字符串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情况啊 就是这前面这个 008 00000啊 这是固定的 就是这个 这个机制啊 啊 这是 这是40000啊 就是他这个 哪去了 似乎这呢 就是他前面这儿是不会动的啊 然后后边呢 这个这个小偏移力啊 这属于 因为他机制是004000 对吧 然后然后他的偏移呢 应该是0048 然后CE20 对吧 应该是这个偏移 那这个偏移地址呢 那是会变的 对吧 所以这个补灵我没学过 那我们就啊 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 内存中搜索直接替换的那种方法啊 我们要搜索的是什么呢 嗯 我搜索的特征码哎 就是这一段 就是他这个水印说完了就是啊 我们直接复制出来啊 复制他的二进制 复制二进制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补灵啊 我们把它粘贴出来 哎 复制二进制 然后我们粘贴到 这个位置啊 特征码 这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替换的一个一个一个小补灵啊 然后我们替换的数据是什么呢 替换的数据是00啊 对吧 然后把它呢 因为他会换行啊 所以我在这粘贴一下 这粘贴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程序名是什么 我们把程序名啊 进程名 就是程序名 把它粘贴到这 哎 然后这个补灵呢 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以后你们也方便灵活运用啊 讲一下 首先呢 搜索内存 这个这个字就不用说了 对吧 这是读就能读出来了啊 明白了 搜索内存 搜索谁的内存 搜索这个进程的内存 对吧 然后进程内存 搜索这个进程什么东西呢 搜索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搜索出来的这个东西在哪啊 存放在哪 存放在地址里边 啊 就把他这个这个地址啊搜索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这个变量里边啊 放到这个里边啊 这是一个数组 什么是数组呢 就可以存放 多个内容啊 就是数组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多个变量放在一块了啊 就是就就就就这么解释吧啊 就是咱们这儿 比如说你找到了两个啊 都在这里边啊 都放在这一个里边了 那我们在第一次就已经能找到这个了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回到虚拟机啊 然后我们拉到最上面啊 查找 我粘贴出来 点击确定 哎找不到呢 我们在这找一下试试呢 对吧 我们查找快捷键吧 我查找 哎 怎么找不到呢 是不是我们那个 看看啊 是我们把它用零零填充了呢 我忘了啊 对 对 他已经零零填充了啊 我们去扯销一下 扯销一下 然后我们来这个查找啊 看他第一次就已经定位到这了 那下一次呢还有吗 就没有了啊 就一个对吧 他就等于就是这个整个程序的内存段 就这么一个地址存放了这个字符串啊 所以我们找到了啊 他因为他第一次就找到了 那我们这就写一啊 如果说你们找到那个 那自由串呢 他在内存里有很多个啊 但是第五个是需要你修改的 那你这输入五啊 然后需要输入这个地址 这个第一个地址的啊 把用用把它用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地址的第一个地址的内容啊 覆盖成什么啊 覆盖成00啊 就这么写 那我们把它编译出来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掉了啊 就可以关掉了 扔掉 那我们再拖进来一个啊 这是从真实主机里拖到虚拟机里的啊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程序啊 然后添加图片 不用添加这有了 好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字符串 好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点击制作啊 你看这个时候还是有水印的 对吧 还是有水印的 因为我没有打补丁啊 我们没有把字符串给它替换掉 那我们现在打开补丁啊 开始定位破解 就是把那个00给替换掉啊 然后我们再制作 开始 就没有了 对吧 因为他读取的时候那已经是00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那这种方法呢 就是这个 特征码定位替换的这么一种补丁啊 这个希望大家能灵活运用啊 为什么让大家学破解 那不是学这个编程呢 就是这个原因 对吧 你明白怎么写 你知道这个替换掉就能破解 但是你不会写呀 是不是 所以你 不管你学什么 c也好 e也好 delfy也好 起码你学一个啊 有助于你学习破解 好 那圆满呢 我也会给大家打包 是吧 然后 这就可以到这吧 大家再见